四十二章经 厚瀚 加叶摩 主法兰 同意 第一章 出家正果 佛言 慈亲出家 世心达本 解无违法 明曰沙门 长行二百五十戒 净旨清静 为四真道行 成阿罗汉 阿罗汉者 能飞行变化 旷解寿命 注冻天地 次为阿纳寒 阿纳寒者 寿终灵神上十九天 正阿罗汉 次为司陀寒 司陀寒者 一上一环 即得阿罗汉 次为虚陀寒 虚陀寒者 七死七生 辩证阿罗汉 爱欲断者 如四只断 不复用之 第二章 断欲绝求 佛言 出家 沙门者 断欲去爱 世自心缘 达佛生理 物无违法 内无所得 外无所求 心不细道 心不细道 义不结业 无念无作 非休非正 无利诸位 而自重罪 明知为道 第三章 割爱去贪 佛言 剃除虚法 而未杀门 受到法者 去世资财 祈求取足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圣物在矣 使人于弊者 爱于欲也 第四章 善恶并明 佛言 众生以实事为善 义以实事为恶 何等为时 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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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三者 杀 杀 盈 盈 口四者 两舌 恶口 妄言 其语 一三者 义以实事为善 如是实事 不顺圣道 明时恶行 事恶若止 明时善 行恶 第五章 转重 令清 佛言 仍有重过 而不自毁 顿习其心 罪来复生 如水归海 见成生果 若仍有过 自解之非 改恶行散 罪自消灭 如病得汉 见有全损恶 第六章 忍恶无称 佛言 恶人闻善 故来劳乱者 如自尽喜 当无称责 彼来恶者 而自恶之 第七章 恶环本身 佛言 有人闻无守道 行大仁慈 故置骂佛 佛诺不对 对 骂指 吻曰 子以礼从人 其人不纳 礼归子乎 对曰 归以 佛言 今子骂我 我今不纳 子字持货 归子生矣 有想应生 应之随行 终无勉离 圣物为恶 第八章 陈拓自污 佛言 二人害贤者 由仰天而拓 拓不至天 还从己度 逆风扬成 成不至笔 还奔己身 贤不可悔 祸必灭几 第九章 返本会道 佛言 博文爱道 道必难会 守志奉道 祈祷盛大 第十章 喜诗获福 佛言 赌人失道 助之欢喜 得福盛大 沙门问约 此福庆乎 佛言 譬如一聚之火 数百千人 各以聚来分取熟识除名 此聚如故 负义如之 第十一章 施犯转圣 佛言 犯恶人百 不如犯一善人 犯善人迁 不如犯一持五戒者 犯五戒者万 不如犯一虚陀还 犯百万虚陀还 不如犯一斯陀寒 犯千万斯陀寒 不如犯一阿纳 犯一亿阿纳汉 不如犯一阿罗汉 犯十亿阿罗汉 不如犯一辟之佛 犯百亿辟之佛 不如犯一三世诸佛 犯千亿三世诸佛 不如犯一无念无助无修无证之者 第十二章 举难劝修 佛言人有二十难 贫穷不诗难 豪贵学道难 器命必死难 得赌佛经难 生殖佛士难,忍色忍欲难 见好不求难,被入不称难 有事不灵难,处事无心难 往学搏就难,除灭我慢难 不轻未学难,心形平等难 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 见性学道难,随化度人难 读尽不动难,善减方便难 第十三章,问道宿命 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知宿命 会其智道,佛言,尽心守智,可会智道 辟如磨尽,够去名存,断育无求,当得宿命 第十四章,请问善大 沙门问佛,何者为善,何者最大 佛言,行道守真者善,至于道合者大 第十五章,请问利明 沙门问佛,何者多利,何者罪名 佛言,忍辱多利,不怀恶故 兼家安健,忍者无恶,必为人尊 心够面境,尽无侠惠,事为罪名 未有天地,歹于今日 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 得以切智,可谓民以 第十六章,舍爱得道 佛言,仁怀爱欲不见道者 譬如沉水,炙手脚之 众人共灵,无有独奇赢者 仁以爱欲交错,心中灼心 故不见道,如等沙门,当舍爱欲 爱欲够尽,道可见义 第十七章,明来暗谢 佛言,夫见道者 譬如持聚入民世中 其民极灭,而民独存 学道见地,如民极灭,而民成存 第十八章,念等本空 佛言,无法念无念念 行无行行,言无言言 修无修修 会者敬耳,迷者远呼 言语道断,非物所居 插之毫离,诗之虚语 第十九章,假真并观 佛言,观天地,念非常 观世界,念非常 观灵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到即矣 第二十章,推我本空 佛言,当念深宗四大,各自有名 都无我者,我既都无,其如患耳 第二十一章,明深丧本 佛言,人随情欲求于生名 生名显著,生已故矣 贪事长明而不学到,网工劳行 譬如烧香,虽人闻香 香之尽矣,为生之火而在其后 第二十二章,财色昭苦 佛言,财色于人,人之不舍 譬如刀刃有命,不足一餐之美 小而舔之,则有割舍之患 第二十三章,妻子圣玉 佛言,人戏于妻子设宅 甚至牢狱,牢狱有散事之期 妻子无远离之念 情爱于色,起淡驱持 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福 投尼自逆,故曰凡夫 透得此门,出成罗汉 第二十四章,色欲仗道 佛言,爱欲莫胜于色 色之为欲,其大无外 赖有意义,若使二同 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已 第二十五章,玉火烧身 佛言,爱欲之人,犹如直聚 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 第二十六章,天魔饶佛 天神献玉女于佛,欲坏佛意 佛言,格囊众慧,尔来何谓 去,无不用 天神悦静,应问道义 佛未解说,即得虚妥还果 第二十七章,卢卓得道 佛言,夫为道者,由墓在水 寻流而行,不处两岸 不为人取,不为为神所遮 不为回流所住,亦不腐败 无保此墓,决定入海 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获 不为重邪所饶,精进无为 无保此人,必得道义 第二十八章,义马莫纵 佛言,圣物性如意,如意不可信 圣物与社会,社会即获生 得阿罗汉以,乃可信如意 第二十九章,正观敌色 佛言,圣物是女色 亦莫共言语 若于语者,正心思念 我为沙门,处于浊世 当如莲华,不为泥淤 想其老者如母,长者如姐 少者如媚,智者如子 深度脱心,熄灭恶念 第三十章,欲火远离 佛言,夫为道者,如披甘草 火来须毙,道人见玉,必当远之 第三十一章 心急欲除 佛言,永远幻音不止 欲字断音 佛卫之曰,若断其音 不如断心 心如公草,公草若止 从者都习 邪心不止,断音何意 佛卫说记,欲生于如意 一思想身,二心各极净 非色亦非行 佛言,此记是家业否说 第三十二章 我空不灭 佛言,人从爱欲生忧 从忧生不,若离于爱 何忧何不 第三十三章 至名破魔 佛言,夫为道者 譬如一人与万人战 卦凯出门 亦或雀弱 或半入而退 或格斗而死 或得胜而还 沙门学道 应当奸其心 精进踊跃 不畏前进 破灭众魔 而得道果 第三十四章 楚中得道 沙门 沙门夜诵 家业佛 遗教经 其身悲尽 撕毁欲退 佛问之曰 如席在家 曾为何业 对曰 爱谈情 佛言 旋缓如何 对曰 不明矣 旋疾如何 对曰 生觉 以 即缓得中 如何 对曰 诸音 溥以 佛言 沙门学道 亦然 心若调逝 道可得已 于道若抱 抱即生疲 其身若疲 亦即生脑 亦若生脑 行即退 其行即退 醉必加矣 但清静安乐 道不失矣 第三十五章 构尽名存 佛言 如人断铁 去子成器 器即精好 学道之人 去心构然 行即清静矣 第三十六章 辗转获胜 佛言 人离恶道 得为人难 既得为人 去女 及男 既得为难 六根玩具难 六根寄句 生中国难 既生中国 值佛事难 既值佛事 遇到者难 既得遇到 心信心难 既心信心 发菩提心难 既发菩提心 无修无正难 第三十七章 佛言 佛子离无数千里 亦念无界 必得道果 再无左右 虽常见无 不顺无界 终不得道 第三十八章 生极有灭 佛问沙门 人命在几间 对曰 数日间 佛言 子未知道 佛问沙门 人命在几间 对曰 饭时间 佛言 子未知道 佛问沙门 人命在几间 对曰 呼吸间 佛言 善哉 子知道矣 第三十九章 教诲无差 佛言 学佛道者 佛所言说 皆因性顺 辟如石密 中边皆田 无精一耳 第四十章 行道在心 佛言 沙门行道 无如魔牛 身虽行道 心道不行 心道若行 何用行道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二章 达世之患 佛言 无是王侯之位 如过戏城 是金玉之宝 如瓦力 是完肃之福 如碧伯 是大千世界 如一喝子 是阿怒使水 如屠竹油 是方便门 如画宝具 是无上尘 如梦金箔 是佛道 如眼前华 是禅定 如虚弥柱 是捏盘 如奏细物 是导阵 如六容五 是平等 如意真谛 是心话 如四十目 诸大比丘 闻佛所说 欢喜奉行 请不吝点赞